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我是BOSS 最近,咱们财政部发布了2024年1-7月全国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乍一看,数据似乎还过得去 说什么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可BOSS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这浓浓的报喜不报忧的味道 简直就像是用一块瀑布遮住屁股上的浓窗,欲盖弥彰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报告背后的真相 看看所谓的稳中求进到底稳在哪里,近在哪里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财政收入 报告里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6% 虽然扣除了一些特殊因素后可比增长1.2% 但这增速可是相当的低迷啊 要知道,在过去几年,咱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速那可是两位数的增长 现在却跌到了各位数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经济增长乏力 实体经济不景气,老百姓的钱袋子瘪了 政府的税收自然也就少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税收下降的结构性问题 国内增值税下降5.2%,企业所得税下降5.4% 个人所得税下降5.5% 这说明了啥?说明了消费疲软 企业利润下滑,老百姓收入减少 这可是经济全面衰退的典型特征啊 疫情过后,本应迎来报复性消费 但现实确实消费持续低迷 原因何在?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 近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 从2010年的10%以上降到了2023年的5%左右 收入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 老百姓的购买力自然就下降了 其次是就业形势严峻 疫情期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失业率居高不下 虽然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维持在5%左右 但实际情况恐怕要糟糕得多 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突出 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20%左右 失业和就业不稳定 自然会影响消费意愿 再次是房贷负担沉重 过去十多年,中国房价暴涨 大量居民背上了沉重的房贷 每月固定的房贷支出 挤压了其他消费支出的攻坚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 收入增长放缓 但房贷却要照付不务 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 最后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在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 社会矛盾加剧的大环境下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来越悲观 为了应对可能的风险 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企业利润下滑 企业所得税下降5.4% 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近年来,中国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持续恶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需求不足 内需疲软 外需受阻 企业订单减少 产能利用率下降 收入和利润自然就下滑了 其次是成本上升 原材料价格上涨 人工成本增加 环保要求提高等因素 都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企业又难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只能自己消化 这就压缩了利润空间 再次是融资困难 在经济下行期 银行对企业贷款更加谨慎 尤其是对中小企业 同时政府也在控制影子 银行收紧飞标融资渠道 这导致许多企业 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 融资困难 资金链紧张 最后是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近年来 中国政府频繁出台新政策 如共同富裕 双减 限电限产等 这些政策的出台 往往缺乏充分的征求意见 和过渡期 给企业经营带来了 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 选择了躺平 不敢扩大投资 甚至开始收缩业务 这进一步加剧了 经济下行的压力 三居民收入减少 个人所得税下降5.5% 直接反映了居民收入的下降 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居民收入仍在增长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原因如下 首先是失业 和办失业问题 官方失业率数据 可能低估了实际失业情况 特别是没有考虑农民工 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 同时 还有大量人员处于半失业状态 如被迫无薪休假 降薪上班等 其次是收入增速放缓 即使是有工作的人 收入增速也明显放缓 很多企业取消了年终奖 加班费等 员工实际收入不升反降 再次是通货膨胀 虽然官方CPI维持在较低水平 但实际生活中 人们明显感受到物价上涨 特别是食品 医疗 教育等刚需领域 收入增长 跟不上物价上涨 实际购买力就下降了 最后是财富效应减弱 过去几年 房地产和股市的上涨 给人们带来了可观的财富效应 但现在房价下跌 股市低迷 不仅没有了财富效应 反而出现了负财富效应 很多人的资产缩水 自然会影响消费意愿和能力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导致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下降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个人所得税收入会出现下滑 再看看这地方财政收入 那更是惨不忍睹 中部地区收入增幅负1.1% 东北地区虽然增长了5.7% 但也只是因为基数太低 回光反照罢了 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卖地 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2.3% 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之前网上不是曝光了好几个地方政府 停发绩效工资 甚至拖欠工资的情况吗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和影响 依土地财政模式的崩溃 长期以来 中国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据统计 土地出让收入 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例 增高达30%至40% 这种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 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 看似很成功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 其弊端也暴露无遗 首先 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 2024年1-7月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同比下降22.3% 这对地方财政是个巨大打击 很多地方政府原本制定的财政预算 成了一纸空文 不得不大幅削减支出 其次 土地财政模式 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 为了实现最大的短期利益 很多地方政府 不惜牺牲农业用地 破坏生态环境 甚至强制拆迁 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 这种行为 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埋下了隐患 再次 土地财政模式 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施政导向 地方官员为了创造政绩 往往热衷于搞大建设 上大项目 而忽视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 这导致了很多地方出现 半小时城市 空城等怪现象 最后 土地财政模式 加剧了房价泡沫 地方政府 为了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 不断抬高土地价格 这直接推高了房价 高房价不仅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 也增加了经济金融风险 二 税收收入增长乏力 除了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外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也十分乏力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 地方经济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 很多地方的GDP增速已经降到了5%以下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 税机自然就缩小了 其次是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 中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 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 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 但也直接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很多地方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淘汰高污染 高耗能的传统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 但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税收收入的结构性下降 传统产业退出带来的税收损失 短期内难以被新兴产业弥补 最后是税收征管能力不足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 往往会给企业各种优惠政策 包括减税 同时在经济下行期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企业 可能会默许企业偷税漏税 这些都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三支出压力持续加大 在收入增长乏力的同时 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却在不断加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民生支出压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 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 快速增加 同时 教育 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 也在不断上升 这些都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其次是债务还本 负息压力 多年来大量举债考建设 如今债务到期 本息还款压力巨大 据估计 2024年 地方政府债务到期规模超过3万亿元 这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再次是稳增长压力 在经济下行期 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加大投资以稳定经济增长 这就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 但在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这种投资往往只能靠举债来实现 进一步加重了债务负担 最后是环保支出压力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 地方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面对财政收入的困境 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报告里说 要加强融资需求端和供给端管控 阻断新增隐性债务路径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地方政府没钱了 不准再借钱了 可问题是 地方政府之前欠下的债务怎么办 这报告里只字不提 显然是想把这颗定时炸弹藏起来 不让老百姓知道 BOSS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绝对是比房地产泡沫还要大的一个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 2023年 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已经超过了60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GDP的50% 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一旦地方政府债务爆雷 那后果不堪设想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一债务规模惊人 虽然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 显性债务规模约为35万亿元 但实际债务规模恐怕要大得多 除了显性债务 还有大量隐性债务 主要包括 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这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了规避债务限制 地方政府设立各种融资平台公司 以公司名义举债 实际上由政府兜底 PPP项目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项目变向举债 承诺兜底或提供高额回报 实质上仍是政府债务 政府购买服务形成的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长期购买服务的方式 将本应计入债务的支出转为经常性支出 脱限工程款 土地出让金返还等形成的债务 这些虽然不是正式借款 但实质上也是政府债务 如果将这些隐性债务都计算在内 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超过100万亿元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二债务风险高级 地方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大 风险也很高 主要表现在 债务率过高 很多地方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 已经超过了100% 有的甚至超过200% 这意味着即使将所有财政收入都用于还债 也无法澄清债务 长债高峰来临2025至2030年 将是地方债务的集中到期高峰期 据估计每年到期规模可能超过5万亿元 在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长债压力巨大 投资回报率低 很多地方政府债务用于低效率 甚至无效益的项目投资 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担保链复杂 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 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担保 形成了复杂的担保链 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三 债务处置困难 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 处置起来困难重重 财政资金不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庞大的债务 资产变现困难 很多地方政府的资产是不动产或公益性资产 难以变现或变现价值低 债务置换空间有限 中央政府已经多次推出债务置换计划 但额度有限 无法覆盖所有债务 破产重组不易 地方政府不同于企业 不能简单的破产重组 强制经常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政府现在不让地方政府借钱 那地方政府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是微紧哭腰带过日子 能省的都省 能拖的都拖 之前不是有新闻报道说 有些地方政府连路灯都关了 说是为了节能减排 实际上就是没钱交电费了 还有的地方政府 为了完成减债任务 竟然把医院 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都卖了 这简直是饮阵止渴 自掘坟墓 更可怕的是 地方政府为了还债 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 比如 一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之前不是有新闻报道说 税务部门开始严查 网红主播的税务问题了吗 这就是地方政府缺钱的表现 以后老百姓的日子恐怕会更难过 各种税费只会越来越多 具体可能表现为 扩大征税范围 比如对一些新兴行业 灰色地带加强征税 提高征管效率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提高税收征管的精准度 加大税查力度 增加税务税查的频率和力度 严厉打击 偷税漏税行为 减少税收优惠 取消或减少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尤其是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这些措施虽然可能在短期内 增加财政收入 但长远来看 却可能会打击经济活力 影响经济增长 二变相出售国有资产 之前地方政府为了融资 搞了很多所谓的PPP项目 实际上就是把国有资产低价 卖给私人企业 然后让私人企业来运营 这种做法表面上 是解决了融资问题 实际上是掏空了国有资产 损害了国家利益 未来可能会看到 更多这样的操作 国有企业私有化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名 将优质国有资产转让给私人 基础设施 特许经营权转让 将道路 桥梁 供水供电等 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 长期转让给私人企业 土地资源变向出让通过各种创新模式 如长期租赁等变向出让土地资源 自然资源开发权转让 将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权 转让给私人企业 这些做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一笔资金 但长远来看 却是在透支未来 损害公共利益 三脱限工程款和供应商货款 地方政府没钱了 就只能拖着不给钱 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链 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普遍 延长付款周期 将原本30天的付款期 延长到60天 90天 甚至更长 部分付款只支付部分款项 剩余部分无限期拖延 以物抵债 用土地 房产等实物资产 替代现金支付 变相减少支付 通过各种理由 如质量问题 合同争议等 减少实际支付金额 这种做法 虽然可以暂时缓解 政府的资金压力 但却会严重损害 政府信誉 影响市场秩序 最终会反噬政府自身 所以说 这份财政报告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实际上却暗藏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政府现在想用 加强管控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要真正解决问题 就必须要进行 深层次的改革 比如 一削减政府开支 政府要过几日子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把钱用在刀刃上 比如 可以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 精简人员 降低行政成本 具体可以 压缩行政经费 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 减少不必要的会议 拆旅等支出 精简机构编制 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 减少冗余人员 降低福利待遇 适当降低公务员福利水平 与民营企业员工 待遇拉近 控制基建投资 严格控制 新上项目 重点保障 民生相关的必要投资 清理各类补贴 全面清理 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 保留最必要的部分 这些措施 虽然可能会引起一些阻力 但对于缓解财政压力 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是必要的 二 推进税制改革 要降低企业税负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激发市场活力 比如 可以降低增值税税率 扩大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具体可以 简化税制结构 整合相似税种 减少征税环节 降低征管成本 优化税率结构 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 鼓励企业投资和创新 扩大税机 将一些目前 未纳入征税范围的新兴行业 纳入税收体系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进一步完善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 推进环境税改革 加大环境税收力度 促进绿色发展 税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考虑 经济发展 社会公平和财政收入 等多方面一组 三打破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杜绝隐性债务 比如 可以取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让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 具体可以 清理现有融资平台 对现有融资平台进行全面清理 将其分类处置 规范政府举债行为 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 只允许通过法定渠道举债 完善债券发行制度 建立健全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 评级交易等制度 加强债务风险监测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 落实偿债责任 明确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责任 建立问责机制 这些措施 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 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 但从长远来看 有利于建立更加透明 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四身化财政体制改革 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 具体可以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适当提高中央收入比重 增强中央调控能力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更加科学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地区差距 推进预算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零基预算 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 建立全面覆盖 全过程管理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加强财政监督完善内部控制 和外部监督机制 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财政体制改革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 社会公平 地区平衡等多方面因素 五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要打破各种行业壁垒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进入更多领域 具体可以 放宽市场准入 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 进入基础设施 公用事业等领域的限制 完善融资环境 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 加强产权保护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鼓励创新创业 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 激发全社会 创新活力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不仅可以减轻 政府财政压力 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 总而言之 中国经济 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更是迫在眉睫 政府如果不能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 那后果不开设想 BOSS我今天就把划掉证 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 那中国经济迟早会崩盘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不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债务危机爆发 如果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得不到有效解决 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具体表现可能是 地方政府大面积违约 无力偿还到期债务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银行坏账率上升 大量贷款无法收回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影子银行体系崩溃 飞标融资渠道断裂 引发流动性危机 房地产市场崩溃 房价大幅下跌 引发连锁反应 企业债务违约潮 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 引发破产潮 一旦债务危机爆发 将对整个经济体系 造成巨大冲击 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 二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 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 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滑 具体表现可能是 GDP增速大幅下降 可能降至3%以下 甚至出现负增长 失业率飙升 大量企业倒闭 失业人数激增 消费需求萎缩 居民收入下降 消费意愿降低 投资急剧萎缩 投资信心丧失 资本大量外流 出口竞争力下降 产业升级受阻 国际竞争力下降 经济增长的断崖式下滑 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三社会矛盾激化 经济问题最终会演变为 社会问题 如果经济持续下行 可能引发 贫富差距扩大 中产阶级萎缩 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就业问题恶化 大量失业人员 难以再就业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养老金体系崩溃 人口老龄化加速 养老金收支 缺口扩大 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东西部 城乡差距 进一步扩大 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政府财力不足 难以维持 现有福利水平 这些问题的累积 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威胁政治稳定 四国际地位下降 经济实力 是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 如果中国经济长期低迷 将会导致 国际影响力减弱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下降 军事实力受限 经济下滑 将限制军事投入 影响国防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受挫 缺乏经济支撑 难以推进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停滞 人民币难以成为 真正的国际货币 科技创新能力下降 缺乏资金支持 难以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 国际地位的下降 将严重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 可能使中国再次落入 后发烈势的陷阱 五 政治体制改革受阻 经济问题可能会 倒逼政治体制改革 但如果处理不当 也可能导致改革受阻 保守势力抬头 经济困难 可能被用作 抵制改革的理由 改革共识 难以达成 各方利益诉求 难以调和 改革方案难以出台 改革成本增加 经济下行 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增加 阻力加大 改革动力不足 经济困难 可能使得决策层 将注意力 集中在短期问题上 改革风险增加 经济基础不稳 可能增加改革的不确定性 政治体制改革受阻 将进一步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 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 中国政府必须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现在的一些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做法 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 才能避免这些风险变成现实 说到这里 大家怎么看待 2024年1-7月 全国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